大家好,欢迎来到橙子乐园 今天我们又给大家带来恐龙的立体巧克力制作食丸 都有哪些恐龙呢? 咱们来看一下 有白二级的三角龙 还有残暴的霸王龙 这里还有一只剑龙 制作方法也很简单 用微波炉把巧克力融化 然后用冰箱把巧克力凝固 再简单的组装就可以了 做这一款恐龙死丸 需要用到一个杯子还有一个勺子 看起来是不是很简单呢? 这里面有一个模具 两块巧克力还有一个背景纸 让我们打开来看一下 这是模具 然后这是背景纸 咱们来看一下这张背景纸 上面有两只三角龙 然后还有一堆三角龙的恐龙蛋 那这个模具正好就是三角龙的模具 上面还有它的皮纹呢 这是里面附带的两块巧克力 融化之前先把巧克力弄碎 这样子比较好融化 接下来我们要把巧克力放到微波炉里面 融化 这里要注意的是 一边融化一边拿出来看一下 不然的话可能会烧焦哦 让我们来看一下 嗯 巧克力融化得刚刚好 接下来要把它们留到模具里面 那刚开始留的时候先不要留那么多 最后的时候再慢慢把它们填满 接下来是把日巧克力放到冰箱里面冷藏一个小时 冷藏好了 看起来做得很成功呢 让我们轻轻地取下来 那三角龙的立体巧克力就做好了 看起来是不是非常的逼真呢 把它脚部的巧克力食丸也轻轻地取下来 最后我们要把它们组装一下 那组装也非常的简单 大家看 组装好了 这是三角龙的三个角 然后它的嘴巴尖尖的 这是三角龙的护甲 看起来很逼真呢 那这个巧克力食丸的味道怎么样呢 让我们的恐龙们尝一下 哇 三角龙吃了恐龙的巧克力 变成了一只大的三角龙 太神奇了 接下来让我们来喂给剑龙 剑龙吃完了巧克力 也变成了一只大的剑龙 好神奇啊 那你们知道 剑龙的甲板是有什么作用吗 接下来让我们把巧克力喂给霸王龙 好神奇啊 霸王龙吃了三角龙的巧克力之后 变成了一只大的霸王龙 这只霸王龙看起来好逼真啊 让你们知道 霸王龙 三角龙和剑龙 分别都是生活在哪一个时代的吗 知道的话可以给我留言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